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重破坏大自然 导致包括碳排放过多 导致全球暖化 这是全球人民需要重视的问题 阿南德预测 这一年全球将遭遇各种自然灾害 包括洪水地震 干旱和火山爆发等气候危机 他特别强调 通膨危机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这将对全球产生负面影响 需要引起重视 此外 阿南德也提到地缘政治的问题 他指出 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以及其他地缘因素 俄罗斯与乌克兰 美国与中国 台海两岸 南北韩等地区 在2025年至2032年间 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阿南德补充 战争的发生 也将间接影响到粮食供应问题 他认为 这是人来未来20年内 最需要防范的问题 同时 他还提到 多数人类的健康状况 会在不知不觉中恶化 他推测 这可能是由于饮食过量所致 阿南德也针对近年流行的AI机器人 做出警示 他认为 随着AI的出现 人类应该提防自己变本 才能避免被机器取代 同时他也呼吁 政治人物应避免自己的贪婪人性 以免加速世界恶化 阿南德还提到了 从2024年4月中旬到2024年的10月 畜牧业也会发生状况 给予我们的建议是 善待动物 注意他们的健康状态 不要随意地捕杀或是食用 这其实 一直都是阿南德主张的思想观念 他更希望 人类可以食用绿色蔬菜 多吃素食 不要去吃肉类食品 和动物和谐相处 才能减少灾难的传播 阿南德还说 尤其是这三大生肖 罪不能杀生 否则罪业更大 第一 生肖鼠 生肖鼠虽然看上去比较严肃 但是其实骨子里非常胆小 他们都不敢杀生 很爱为别人着想 所以 生肖鼠经常做善事 为自己积攒了很多福报 一生福报多 自然是得到贵人的扶持 最终赚钱多多 福气满满 这样的生肖鼠很出乎人意料 但是 这才是他们的善良本性 第二 生肖兔 生肖兔一直都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他们希望自己平平淡淡度过一生 一辈子无灾无难 所以很多时候 生肖兔都愿意帮助别人 积攒自己的福报 对于生肖兔来说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帮助了很多人 自然积攒了很多福报 他们连杀生都不敢 所以 在赚钱方面也是 让大家出乎意料 他们的发财机会真的非常多 第三 生肖猴 生肖猴天真活泼 他们非常乐观 虽然骨子里边不服输 但是总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 很多时候 生肖猴都不敢杀生 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性 所以 自然愿意帮助别人 积攒了很多福报 最终名利双收 赚钱多多 所以 生肖猴的 一生就是不愁吃穿 不愁生活 其实不管是谁 杀生与邪淫 会导致诸多的疾病不顺和倒霉灾难 这个观点 是以古往今来 无数个悲痛惨绝的实力来证明的 大家应该对邪淫的危害有所了解 但可能对杀生这一方面不太清楚 什么叫杀生呢? 杀生不只是杀害别人和自杀 连杀害一些大小动物也算是杀生 特别是自杀 自杀之人以为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 其实 自杀之后 仅仅是一个更加痛苦的开始 并且这个痛苦可能达几百几千节之久 今天有缘 我们来谈论一下 杀生导致灾祸与因果的关系 望大家有所得 第一点 杀生的恶报与实力分析 我以前就做过一些杀生知识 记得有几次和朋友到湖边钓鱼 因为钓上来的鱼不能食用 但我又不舍得放掉 于是把鱼活埋了 上面还压了一块大石头 以前还看着堂弟杀害了一只小猫 我虽然没有参与去杀 但是我却在一旁看 看着堂弟把小猫扔进水里淹死的时候 我没有一点的感觉 我还试过 把一条养了很久都没死的黑色金鱼 扔进一百度的沸水中 金鱼游了一下就死了 现在回想以前所做的一些杀生之事 我真是后悔莫及 的确众生皆有选择生死的权利 这个权利只掌握在他们手中 而不是让我们一味地去干预 因为这样 被杀的动物和生命就有深重的怨恨 他们甚至缠在你身边 等待报复的一天 因为种种恶习 我现在得了鼻炎 还有一些不顺之事 甚至得过言 重的心理症状 这些都是以往杀生邪淫等恶心的报应 社会中很多人都在杀生 很多人说 想看下佛所说的地狱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大家去菜市场 看看别人杀鱼杀鸡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活生生的地狱 有人说 如果不杀生 那么那些动物不会越来越多吗 到时 后不就污染生态了吗 试想全世界人口不更多吗 所造成的污染不更大吗 为何就没有提出要杀人这个念头 这都是我们脑子里的邪思邪剑罢了 有人说我不杀 别人也会杀呀 别人杀生挣的钱 我不杀 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大家要知道 杀生的人恶暴是很重的 社会太多人因为年轻时杀生 晚年五六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百病全出了 中风癌症糖尿病等 这些都是恶果 很多人得了癌症 却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 因为在他的潜意识中 动物就是应该被杀和被吃的 没有什么不对啊 那么他得了癌症 甚至车祸身亡 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对 既然你懵懵懂懂的杀 那么你还是要懵懵懂懂的死 这是莫大的悲哀呀 世间上没有不明不白的果 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真实的纪录片 一个农民全身鳞片出现在镜头前 他得了一种怪病 皮肤发黑发痒 有些皮肤都已经烂臭了 里面已经看到血肉了 但是那个村民还是不停在挠 而且因为这病 他很怕疯 整天赖在床上不能下地 像个废人一样 记者采访才知道 他平时喜欢杀蛇 他喜欢把捉到的 蛇用刀子一划折 分成了两半 但是蛇还会晃动 痛苦挣扎 不只是他 他的父亲也经常捉蛇打蛇 因为死性不改 他的这个老人的大儿子被冻死了 大儿子的媳妇抽风死了 所有的报应恶果都出现在他家人身上 不少居士看到这个记录片后 都发心坚持为他做了三次法师 念佛念经和放生回乡给他 不出一个月 那个农民的病就神奇的好了 去了无数次大医院都治不好 并且已经两年多了的怪病 终于不要而治 这家农民全部跪倒在佛像前 痛哭忏悔 并发愿永不再杀生 并且劝告大家千万别学他 他全家都很感恩慈悲的居士 感恩阿弥陀佛 由此实力可见 杀一些蛇之类有灵性的众生 很快就会得到报应恶果 因为蛇的怨恨心很强 还有一些杀驴杀鸡杀狗的人 在运气比较弱的时候 被这些众生附体 的实力 他们的身体 已经被他们杀害的冤亲债主控制了 他们学鸡狗叫 学蛇爬 甚至头痛的痛不欲生 这些动作都是没有意识的 还有一些更严重的灾难 如车祸等 都无疑不再诉说着 杀生带来的极大危害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被自己冠名为吃货 打着这个潮流的词语 到处杀害动物 满足自己的贪欲 老实说 再好吃 再美味的东西 也只不过是享受了肉和调味料 在喂累时的那几秒刺激罢了 之后还是变成大便排出一样 恶臭不堪 现在很多人无缘无故的死去 如旅游时车祸 如阴地震死伤 这些都很有可能 是杀生的工业 一死就死一群人时 肩上的战争和打斗 无疑不是杀生邪淫的恶报 大家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佛教中有一部经典叫《鬼问木连经》 这里面有一个鬼问尊者 木坚连 他现在做鬼 经常受着一些恶报不顺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木坚连尊者回答说 这是因为这个鬼做人的时候 经常杀害狗和一些其他众生 所以感召如此恶报 做完鬼死后 还要许下地狱继续受罪 可见社会上一些灾难 只是一点点花苞罢了 真正要受苦的还没开始的 下次如果投生做畜生时 还要被杀无数次 这是种恶性循环 第二点如何补救 杀生带来极大罪孽 但是通过适当的方式 也是可以减轻 甚至消除孽障的 一 放生赎罪不再造 杀业是放生的前提 如果你一边杀一边放 那一样没用 大制度论里面说 诸于最重 杀业最重 诸功德中 放生第一 可见放生的极大好处 放生可以消除业障 带来好的运气和改变 很多师兄通过放生 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 如造下了很重的杀业 建议吃素 吃肉也等同于杀生 如果暂时舍不得离开肉的 可以吃三斤肉 然后灼减量 最后慢慢适应全素 三 真诚的忏悔 造的恶业一定要忏悔 并发自内心 不要再犯 不管是邪淫或者是杀生 我们都要坚持忏悔 忏悔自己的罪业 四 劝告亲人朋友或者有缘人 别杀生 如果身边有人从事杀生行业 请尽量劝告其转业 杀业带来的利益和钱财 肯定不够晚年 或者遭遇灾难 治病时花的钱多 杀生带来的财 都是血淋淋的 里面充满了动物惊恐的惨叫 和血淋淋的尸体 五 平时应该多念佛 把功德回想给自己 伤害过杀过的众生 死去的动物聚在你的身边 怨恨是很大的 他们巴布的你 马上就死掉 化解怨恨的方式 要为他们带去好处 回想给他们 让他们能往生 或者不再受苦 今天我们人类面对的各种灾难 以及 如何平安度过这段期间的种种灾难 早在刘伯温就结碑闻 终极详细描述 就结碑闻 除非善事能保全 天有眼 地有眼 人人都有一双眼 世界中国人 讲老天有眼 目前我们处在佛家讲的末法时期 在这一段时间里 所发生的一切 宇宙天地鬼神 包括你我都在看 这这件事 灾难的发生 天也翻地也翻 逍遥自在乐无边 师姐现在真是天也变 天后一场 地也不稳 地陷 地震火山爆发 在灾难重重的天翻地覆中 有的人却是强烈对比 能顺利平安地度过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新传 看看死期在眼前 平地无有无骨重 锦房寺也绝人烟 若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期 世界从这段看来 大难才正要开始 对于灾难 这里是写得明明白白的 如果真按着预言走的话 人类能留下来的比例 是非常低的 其中必预防秋冬的传染病 行善之人得一见 作恶之人不得观 世上有人行大善 急速抄写四方传 负者自买传送 贫者抄写天下传 写一张免一难 超十张能保全 倘若看见不传送 一家大小受罪迁 世界不管贫富 要回心转意 行善为首要 再推背图也提及 这段时间将有圣人出现传大法 要抄传的 应该是圣人所教古人 讲的心法 有人看破几件事 逍遥快乐似神仙世界 看破未必只出家 而是他是修行 了悟世间一切而无惧 遭了此劫不上算 还有十仇在眼前 一仇天下乱纷纷 二仇东西饿死人 三仇胡广遭大难 四仇各省起狼烟 五仇人民不安然 六仇九东十月间 七仇有饭无人食 八仇有衣无人穿 九仇尸骨无人减 十仇难过诸数年 若得过了大结束 才算世间不老先 世界灾难居然有十个之多 二仇东西饿死人 粮食在绝收 真是会 饿死人的严重程度 不是囤积粮食就能解决的 不明天日理不尽因果的人 将继续招灾受难 就是钢打铁罗汉 难过八月十三 任意金钢铁罗汉 除非膳食能保全 尽防人人皆难过 观过天翻龙蛇年 幼儿好似诸鸿武 四川更比汉中苦 大师吼如雷 胜过早百虎 犀牛献出尾 平地欲猛虎 师姐 接下来的龙蛇年 不就是2024至2025年吗 宁可信其有 切记除非善事能保全 若问太平年 驾桥迎新主 上元甲子道 人人哈哈笑 问他笑什么 迎接新主 地上贯二尺 日夜无盗贼 盗谁是谁 为主做中央土 人民喊真主 世界上元甲子道 有从头新的意思 新的纪元的来道 迎新主会有新主的出现 迎接日夜无盗贼的太平年到来 银钱是个宝 看破用不了 果然是个宝地下列 不到世界 看破一切 发现钱财不是人类所应执意追求的 磨练心性 修得才是真实的说明 钱财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灾情来时 不分有钱人没钱人 唯有修得可让人得福分与福报 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三点加一沟 八王二十口 人人喜笑 各个平安 但若不幸要大难 行善之人可保全 人人可观 各个可赚 有人运送 误取金钱 行善者可保 作恶者难逃 敬重天地神明父母 再要静惜自止无骨 谨当切记 是解有趣的差字法 七人一路走是骨字 真真以前上头的写法类似 膝下面是个人字 像是道家讲修真 八王二十口 加起来是善字 行善修真保平安 大道红传 太平盛世 能留下来的 真算是得大福报了 而阿南德说 如果想要度过劫难 在视频中提出了七个方法 第一项正是信神 第二条才是提升免疫力 至于第三条至第七条 依序为第三停止错误治疗 第四理财和投资黄金土地 第五传播正面情绪 第六注意心理健康 第七走入大自然 总而言之 不管是千年前的刘伯温 还是如今的阿南德 都提出了 目前的灾难不会停止 如果人类还不停止自己的行为 从根本上改变 灾难还会严重 还会有更多的危机出现 而每个人应对灾难的办法 最主要的是行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